这个肥猪肉啊 炸剩下的这个 我觉得可以把它做一道料理 其实它很香 很好吃 那我们准备的材料有 这个肥猪肉剩下的杂糕 150克的猪脚肉 然后一少许的油葱酥 还有几颗蒜头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叫做梅冬菇 香菇薄 梅冬菇薄 三片 那我们就开始来进行今天的料理了 把这个梅冬菇薄切一切 切成丁 切成丁 很脆勒 听到这个清脆的声音 不然可以照到 哇 切成丁 Cause 卡住了 ARRY! 卡住了 咖啡 咖啡 再加蒜頭進來 蒜頭給它爆香一下 加蒜頭下去一起煸一起爆香 要開中火就好了 也不要開大火 怕會燒會燙 再加蒜頭 再加蒜頭 加蒜頭 再加蒜頭 再加蒜頭 加一点点 加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加一点点 不要太多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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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沾上来 还有炸好的油鸿酥 如果你怕死咸的话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糖 加一点点糖 就比较不会熟 好了 今天我们的香瓜肉灶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把它装过来了 我们美味的香瓜肉灶已经完成了喔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喔 拜拜